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2月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在大温房市持续一年多的下跌以后 众多买家纷纷出手抄底 不管是独立屋连排还是公寓市场 虽然房价还没有回升 但销量的表现却很抢眼 但是唯独楼花的销量和发售量 双双创下新低 暴跌69%和75% 买家们似乎也发愁 根本没有多少新盘可以让人挑挑紧简 据MLA的数据显示 近9月份大温地区楼花销售不景气后 10月份的销量仅有302套 再降14.2% 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了69.52% 但是相比较之下 楼花的吸收率却比9月大幅提高 销售与挂牌比率为45% 高于去年的41% 一般来说 当售挂比低于40%时为买房市场 超过60%则为卖房市场 在此期间被认为是平衡的市场 在楼花市场整体疲软的情况下 大温各大开发商继续取消或推迟项目发售 等待市场需求的回升 因此10月份大温地区的新房仅推出了671套 比9月份减少了31.39% 与去年同期相比骤降超过72% 也正是因为发售量的减少才使得不多的销售量仍然提高了楼花的收挂比 据MLA预计11月和12月的楼花项目则会更少 其中11月有6个项目大约292个单位开售 其中大约187个混凝土公寓 65个木质结构公寓和40间连排别墅 与2018年相比2019年的水泥楼花发售量更是跌了不止75% 平均来说 每年市场中的混凝土公寓都可以达到8000至12000个单位 但今年这一数字可能会不足3000个单位 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买家的紧迫性降低 政府干预增加 以及融资法规更加严格等 然而这一情况很可能会对大温未来几年的新房数量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于项目推迟房屋开工量和建房屋势必减少 但是在BC省人口和住房需求都逐步增加的时期 供应量大跌会导致未来价格的新一轮上涨 从而使得可负担性进一步降低 加拿大央行今天周三早上宣布继续把基准利率维持在1.75% 这是央行今年最后一次议息决定 自2018年10月以来 加拿大央行利率一直没有变化 加拿大央行在周三的声明中说 加国的通胀率仍维持在接近央行的2%目标 与经济运作产能接近一致 这两个关键因素让央行决定不降息 央行还表示 近几个月来其他国家央行的降息行动 已经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缓解了全球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担忧 但是放眼全球有数十个国家的央行已采取降息措施 包括美国缓解来自世界经济疲软的打击 以及美中贸易战引发的极度不确定性 央行称有新证据表明全球经济正在趋于稳定 金融市场已经在各国央行的行动下得到支撑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消减 不过央行暗示明年仍有降息的可能 并将继续权衡美中贸易纠纷带来的下行风险 及其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 央行称未来的利率决定将取决于贸易争端的不利影响 和加拿大经济强度 特别是消费者开支和住房市场的评估 央行还提到上周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报告显示年率为1.3% 说明消费者开支薪资增长以及住房投资强劲 只是家庭债务水平仍然太高令人担忧 几日起加拿大境内58个加拿大服务中心 为申请留学工作及访问签证和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海外申请人 提供生物特征识别收集服务 包括录取指纹和照相 加拿大移民部3日发出通知说 从几日起申请加拿大移民或签证的持外国护照申请人 如果身在加国境内 可以透过并部加拿大境内的58个加拿大服务中心 完成生物识别的申请程序 不必再回到县国际办理 此行规适用于移民申请人和申请或更新留学 工作 访问等短期居住签证的海外人士 2018年12月31日起 加拿大执行生物特征识别收集项目 集对申请加拿大移民或签证的海外人士 收集其指纹和照相 目的是帮助签证官更容易鉴别申请人身份 简化审批处理程序 阻止那些对加拿大安全构成危险人士入境 通知还说 受到要求提供生物特征识别指导信的申请人 可以持此信到指定的当地加拿大服务中心 办理生物特征识别收集服务 特别提醒是 申请人在去服务中心前 必须提前进行网上预约 通知最后说 所有申请人不管身在原籍国 还是正在国外旅行 可以到所在国的任何一间 加拿大签证服务中心VAC 办理生物特征识别收集服务 目前加拿大已经在108个国家 设立了160件VAC 申请加拿大签证或移民身份的申请人 以下三种情况 不需要办理生物特征识别收集服务 申请人年龄在14岁以下或79岁以上 美国公民赴加拿大做访问 学习工作等短期滞留 使美国绿卡人士对加拿大短期访问 据CBC News报道 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 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表示 由于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和制裁 这家中国科技巨头正考虑将其设在 美国的研发中心牵制加拿大 任正非对《环球邮报》表示 华为的研发中心将签出美国搬到加拿大 他还表示 华为计划在中国以外地区生产部分移动网络设备 任正非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路透社周五报道称 美国正在考虑出台新规 进一步阻止更多使用美国技术的 外国产品出售给华为 美国商务部今年5月以国家安全为偶 将华为列入了一项贸易黑名单 任正非说 鉴于美国的禁令 我们将无法指电发送电子邮件 或联系我们在美国的员工 因此有必要将研发中心签纸 华为是中国第一个全球性科技品牌 也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品牌 并且是最大的电话运营网络设备制造商 美国当局表示 该公司存在安全风险 华为对此予以否认 今年9月 华为发布了首款 不含美国零组件的智能手机Mate 30 Pro 它在全球销售的5G设备中 也替换了美国技术 任正非预计到明年年底 整个华为消费者产品系列 都不将再有美国零件 据《环球邮报》报道 任正非希望在欧洲建设 新的产能生产5G网络设备 希望此举缓解 因美国指控其设备 可能被中国用作接铁活动 而产生的担忧 加拿大尚未决定 未来是否禁止华为 向电信公司提供 5G无线网络技术及设备 任正非没有透露 加拿大扩张的细节 但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华为去年在美国的研发部门 运营费用为5.1亿美元 华为在6月 已将此部门的工作人员 才减600人 降至约250人 而事实上 今年以来 华为在加拿大的员工 已经增加了300名 使其总数超过1100名 还有86个职位空缺 路透社联系华为 时公司方面 并没有对任正非这个专访 发表任何评论 此前 华为已否认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同时 美国当地时间12月3日周二 布鲁克林的一名联邦法院法官裁定 华为的首席律师 曾任美国前副检察长的 詹姆斯·科尔 被取消辩护资格 美国政府辩称 她在司法部的任期 与本案存在利益冲突 沃泰华与华为公司的关系 也变得复杂 去年底 加拿大警方 依美国要求拘捕任正非的女儿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美国指控她违反伊朗制裁措施 要求引渡制美国 孟晚舟目前以获保释 正在对抗引渡程序 华为否认上述指控 中国也敦促加拿大释放孟晚舟 针对孟晚舟的案子 任正非就表示 这是美国明显政治干预的例子 多伦多市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未来十年内 批准4万套新的经济试用房 不过该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 是否获得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 近150亿元资金 下周 多伦多市规划和住房委员会 将审议该计划 他们认为 多伦多市政府 可以通过一系列不同的举措 到2030年之前开发数千套新的经济试用房 和保证建筑房 多伦多市政府工作人员说 如果该计划全面实施 可以帮助大约34.1万户家庭 然而这个想法 依赖于联邦和省政府拨款149亿元 多伦多市已经决定出资85亿元 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二 市长庄德利在记者会上说 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如何划分现金和土地的份额 以及其他政府能否帮忙 他在周二还表示 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决定 我认为各级政府都理解 当下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紧迫性 住房管理局的这一计划 设定了未来十年内 新批准4万套经济试用房的目标 包括1.8万套保障性住房单位 为了达到这个数字 多伦多将开发商提供多余的 城市土地和其他奖励 比如物业税和开发费豁免 以换取一部分住房单位 作为租赁用的经济试用房 多伦多市之前计划在未来十年内 向盖项目投资7.16亿元 来完成3700套新的适用房单位 目前多伦多正准备再投资12.9亿元 将住房单位的数量再增加近三倍 该计划还要求更新2015年推出的政策 为开发商提供数万元的税收和费用减免 以换取部分住房单位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出租给有需要的人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